大家好,我是讲师Root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的安装渗透测试系统凯理 首先我们来了解什么是凯理Linux 接下来使用VMware讯机安装凯理 然后配置凯理的apt命令在线安装包的源为国内源 最后我们安装一下VMtools实验物理机和凯理自由复制文件 好的,那么下面我们先来看什么是凯理Linux 那么凯理Linux是一个基于底辩的Linux发行版 那么目的是在进行高级渗透测试和安全审计 凯理Linux包含了数百种工具 比较适用于各种信息安全任务 比如说渗透测试,安全研究,计算机取重和逆向工程等 那么说白了,凯理Linux只是一个集成了很多渗透测试工具 这么一个Linux系统而言 而言它核心是基于deband的 那么这个凯理Linux它是由公司 Offensive Security开发的资助和维护的 Offensive翻译过来是攻击性的 Offensive Security它是进攻性安全 那么为什么有很多人都喜欢用凯理Linux呢 对吧,那么凯理Linux它是在2013年3月13日发布的 那么它的前身是基于BT,也就是Backtrack Linux 自上而下进行重建的 而且是完全符合deband开发标准的 好的,那么这个凯理Linux它到底有什么优势和特性 因为它在很多渗透测试系统中排名是第一位的 也是最受欢迎的 首先呢,我们来看 它本身呢,包含了600多种渗透测试工具 有数百种渗透测试工具 已经集成到这个系统里面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凯理安装完成之后 我直接可以使用了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免费 那么针对咱们古人来讲 免费,对吧,都喜欢用免费的 再一个是破解版的,对吧 那么凯理呢,你永远不要 不会使用它呢,去支付任何费用 而且是永久永远都是免费的 这个是非常好的,对吧 还有一点它是开源的 那么什么是开源呢 就是所有进入凯理安装的原代码呢 都可供任何人使用 那么你可以在它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 当然了,你得需要一定的工底 开发工底啊 你懂得Lanus底层的一些原理 否则的话,你也不能进行开发 当然了,我们只要会用它就可以了 是不是啊 好,那么还有呢 它就是支持广泛的一个无线设备 对无线设备的支持 那么它已经构建了凯理安装 以支持尽可能多的无线设备 那么允许它呢 在各种硬件上正常运行 并使其余众多的USB和其他的无线设备兼容 啊,它和无线设备很多都是兼容的 另外有一点呢 就是它,它整个的开发过程中啊 是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进行开发的 那么凯理安装使的团队呢 是由一小部分人组成啊 这一小部分人组成 他们是唯一可卸任的提交包 并于纯属库交互的人 那所有这些都是使用多个安全协议完成的 那么整个开发环境是安全的 对吧 他这么说 但到底它安不安全 里面有没有后门 其实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呢 我们一样还会去使用它 很多人也在使用它 对吧 然后呢 还有一点 那么它的GPG 签名包和存储库 什么意思呢 就是凯理连用使中的每个包 都有构建和提交它的每个开发人员签名 啊 并且呢 存储库随后也会对包进行签名 也就是每个软件包 谁开发的 对吧 它都会进行签名 那么如果这软件包出现问题了 能够追溯到 某个人 对吧 因为它都签名了嘛 好的 那么这是关于它的签名包和存储库啊 另外一点 开里连用使卡 可用于各种ARM设备 对吧 比如说明配派 对吧 那么也可以在手机端 安装我们的开里连用使 那非常方便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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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